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每天晚上都来 代表都是下完班吃个饭 甚至也没吃饭 就赶过来听课 所以孔老夫子有说 一个人求学问 有三个法宝 叫智 人 勇 好学 静乎智 力行静乎人 知词 静乎勇 只要好学 就跟智慧 离不远 当我们力行圣贤的教诲 就能慢慢感受到 圣贤存心 也能感受到 众人的需要 我们那种仁慈 同理心 就会出来 知词 静乎勇 真正能够 了解自己的过失 进而改正自己的过失 能降服自己的烦恼 坏习惯 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 所以很多朋友 已经是做到 好学 静乎智 而你的好学 也将带给你的家庭 很好的撞击 我记得 我父亲 他五十几岁 刚好接了 他们银行的证券所 那因为接证券所 要 单位里面 要有一个人 考上执照 所以就派了很多 同事一起去考 我的父亲 是年纪最大的 已经五十几了 就去考 就看着父亲 晚上在那里看书 结果考试结果 只有一个人考上 其他年轻人都没考上 居然是我老爸 考上了 你看 父亲没说什么 以他的行动 就已经赢得 我们对他的什么 佩服 哇 那我们这些 当儿子的 能够不好学吗 能够 输给自己的老爸吗 所以 上行 下校 当我们这一份 好学的心 能够持续不断 相信啊 对你的家庭 一定是一个 很好的 开始 早上的课程 刚好把 入则校 告了一个段落 接下来是第二个单元 出则替 这个出啊 是指家庭以外 就要学习啊 这个替 替呢 包含胸有 地公 包含尊敬 长辈的 礼节 态度 所以因为 在家里面 兄弟就能够啊 有爱 就能够啊 以礼相待 当然 他出去外面 与人相交 就能够把这个态度啊 带出去 假如在家里面 跟兄弟就是 吵吵闹闹 不守礼节 那出去会不会 突然变得 很规矩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啊 要认识一个人啊 到哪里 最能看清楚 叫不入虎穴 直接到他们家 所以呢 很多我们 为人主持的行为啊 确确实实在家里养成 所以为什么家教 如此重要 所以所谓门当 互对啊 是什么门当 是什么互对 最重要的是家教 是德行 那现在的门当互对 是什么 你们怎么都知道 我比较没有经验 所以对错啦 这个本质错啦 结果啊 就麻烦了 所以德行啊 才是家之本 才是国之本 绝对不是钱财 好 那孝经里面 有一段 很重要的教诲 教民亲爱啊 莫善于孝 教民理顺 莫善于涕 教导人民 如何亲爱他人 如何关怀他人 没有比教孝更有效果的 莫善于孝 那教导人民 那教导人民 有节有度 教民理顺 懂得尊敬他人 没有比啊 教替更好的方法 所以莫善于替 所以这个替啊 还包含 一个礼节的 教会 孔夫子也说啊 不学礼啊 无以利 没有礼貌啊 很可能啊 在人群当中 无法 立足 在这几天的课程啊 我也跟诸位朋友报告 报告啦 因为啊 我小时候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呢 只要啊 长辈到我们家 我的耳朵听到了他的声音 不管我在干什么事啊 我一定会跑到他们面前来 然后跟他说 叔叔好 阿姨好 你们的笑容很像我叔叔 所以啊 孩子有礼貌啊 大人绝对啊 非常欢喜 所以呢 我抬起头来 他很欢喜啊 我也很满意 因为当一个人啊 在做有德行的事 其实他的喜悦啊 已经从啊 内心啊 散发出来了 所以有这个礼貌的态度啊 我突然会体会到 原来一个人啊 能不能遇贵人啊 从小就决定了 你信不信 我跟家长开亲师座谈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的孩子以后能不能遇贵人 我现在就可以判断 他们眼睛都瞪得很大 因为现代人很现实 一提到孩子可以遇贵人 他们就很专注 孩子有礼貌啊 走到哪 就赢得众人对他的疼爱 相反的 孩子假如没有礼貌呢 那不止不会遇贵人 不止不会有很多助力啊 在言语行为当中 还会形成很多的什么 阻力 他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他们怎么都看我不顺眼 自己还不明不白啊 所以这个礼貌啊 太重要了 好 诸位朋友 礼貌这么重要 什么时候教 我都问家长 考试多两分重要 还是教孩子 做人做事的态度重要 做人做事嘛 那但是呢 家长都觉得是做人做事 可是大半的时间 跟孩子耗在哪 耗在分数 所以重要的是 不能再拖啦 再拖孩子都 太大了 习惯又怎么样 所以好多事啊 刻 不容缓 我都替你们着急 因为我没小孩 好 所以一定要重视啊 这些影响孩子 一辈子 重要的德行 那他将啊 赢得非常多的助力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假如人与人的相交往啊 没有理解 会出现哪些情况 会出现哪些情况 比方说 我上一次呢 去爬长城 上面写着 什么 我怎么零十万 不上长城 非好汉 所以呢 要当个好汉 上去爬长城 刚好啊 他会有一些关卡 关口啊 那只能够啊 让 另外一边一个人过来 我们这边一个人过去 结果在在这个 过这个关口的时候啊 很多人不守规矩啊 就跑到 对面的路上去了 结果发生什么事啊 整个人群啊 就塞在这个关口里面 我们中心的老师 在里面一看 不行 因为后面的人 不了解 这里的情况 他会一直怎么样 往前挤 另外一边的 一直 往前挤 到时候可能啊 会有情况发生 所以呢 我们的老师马上站出来 开始指挥交通 那些要插队了 就叫他们赶快排回去 那些人都看着我们 还以为我们是 长城管理处的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该出来的时候啊 还是得出来啊 不然情况可能会怎么样 到时候遭到你想做啊 都怎么样 做不来啦 所以 时机点很重要 后来就 疏通掉了 所以确实啊 无理的话 人与人 就会啊 自私之地 就可能啊 发生 冲突 那刚好 我上了杭州啊 听木山 讲了五天的课 那我们在上山的时候 就一面啊 来了一台车 我们一面来了两台车 那我们一看啊 就主动啊 靠在旁边 让他先走 那因为我们是看到两辆车嘛 所以第一辆开过来 车上的人呢 很欢喜 对我们挥手 我们也对他挥手 所以当一个人有礼貌的时候 一定会让人家感觉啊 如木春风 何乐而不为 结果啊 我们等了一会儿 第二台都没有过来 我们觉得很纳闷 就派人啊 去看一下 结果对面的车啊 早就停在那里啊 也等我们过去 所以我们就开过去啊 两边车上的人啊 都露出了什么 灿烂的微笑 当人与人都这么样理静啊 那感觉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们还没上山以前 就已经考察到民情 代表天幕山的人民怎么样 很淳朴 所以我们从生活当中啊 也时时可以体会到 懂礼懂让 才能让人生的路啊 顺畅 才不至于啊 会塞车 会冲突 好 所以交民礼顺啊 莫善于地 所以我们就啊 先从家庭当中 来落实友爱 落实礼节 好 我们先来念一段经文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财务清 怨何身 言于忍 奋自你 兄道友 弟道工 这个兄弟啊 是同气 莲姿 血浓 雨水 是 同一个父母 所生啊 所以 兄弟啊 很有可能是 陪我们一生啊 走过 最长路的亲人 所以 法召禅师啊 曾经写了一篇啊 描述兄弟情谊的 一首词啊 叫做 同气 莲姿 各自荣 些些言语 莫 伤情 一回 相见 一回老 能得 几时 为弟兄 弟兄 同居 忍便 安 莫阴 毫 莫 起 争端 眼前 身子 又 兄弟 流 雨 而 孙 坐 样 看 同气 莲姿 各自 懂 兄弟就好像 同一棵树 延伸出来的 树枝 一样 歇歇 言语 莫 伤情 人与人 相交往 家里的人 最常 沟通 就是用 言语 所以 言语当中 要柔软 要有 和谐 绝对不要 讲话 很冲 所以 我们弟子 归才说 言语 忍 奋 自明 人与人的 冲突 一半以上 都是因为 什么 言语 不合 好 一回 相见 一回 老 确确实实 我们上了三四十岁以后 每一次看到兄弟姐妹 都会有这么一点感觉 哎呦 你的白头发怎么样 多了一点 所以能得 几十 为弟兄 我们越大 代表 人生的路 就走得 快到尽头了 要好好珍惜 这一段 情谊 所以弟兄 同居 一起居住 忍便安 懂得 互相 忍让 谦让 莫因 毫莫 起 争端 不要因为 小小的事故 就起了争持 眼前 生子 眼前 兄弟姐妹 都生孩子了 他们又各有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上一代 应该做出 胸有 地宫的榜样 才能 流云 儿孙 做好榜样 看 所以这个法召禅师 这首 诗 词 值得我们 细细 去品味 这首 让我想起了 杨淑芬老师 曾经 跟我提到 他说 确实 兄弟姐妹 是同气 莲姿 他就 会去 想到 怎么样 让父亲 非常的 欢喜 快乐 他说 唯有 子孙 贤孝 子孙 都有很好的发展 才能让他的父亲 非常宽慰 所以 由于他有这一份心 希望 他父亲 母亲 这一棵大树 枝叶能够越来 越茂盛 所以他 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教导 他的 生殖辈 生殖辈 读圣贤的经典 还写书法 所以 杨老师 有 十八个 生殖辈的 晚辈 总共 十八个 十八个人 都被他 教过 所以 由于他有 这一份心 他们的 下一代 非常 优秀 很多 是老师 还出了 几个 医生 所以确实 一个家族能好 必然是 长辈要怎么样 要带头示范 要真心 付出 所以 这个胸有地公 不只是 在他们那一辈 还把这一份 胸有地公 延伸到哪里 下一代 子孙 所以杨老师 他没有生孩子 但是 每一次 母亲姐 父亲姐 他们家就 特别 怎么样 热闹 因为他有 十八个 生殖辈 应该比 诸位 小孩 多一点 所以 我在他们家 住了半年 遇到这些 节日都特别 热闹 所以这些 被他教导过的 生子辈 确实对他 非常 孝顺 好 那我另外 有一位 结拜的 大哥 他也住在台中 他的兄弟姐妹 也特别 有爱 礼拜六 礼拜天 一有时间 不用相约 都会主动 回到 父母亲的身边 那因为他父亲 比较早离开 所以后半生 他母亲后半生 都是他们兄弟 姐妹 长期陪伴 他的妈妈 他妈妈在前几年 去世了 去世那时候 我有去参加 告别式 去了之后 我很感动 因为也看到 他的下一代 他的这些 生子辈 素质都 非常的好 因为 他们兄弟 这么有爱 就已经给了 下一代 很好的 榜样 因为 我很 习惯 看到结果 就要去把 原因怎么样 找出来 后来 我的大哥 又跟我说 他说 当他母亲离去 他的内心 很充实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 这十多年的 生活当中 他都尽量 推到很多 无畏的应酬 通通 去陪伴 他的母亲 所以当他母亲 离去的时候 他觉得 很安慰 觉得他的 抉择 正确了 好 所以 胸有 地公 一定可以 留与 子孙 坐样看 那古代的人 兄弟 姐妹之情 也是 让很多的人 感动 流泪 在 禁朝的时候 有一位 有一个小孩 叫做 鱼滚 刚好 他们村落 有瘟疫 他的兄弟 已经死了 几个 另外 有一个兄弟 已经 病床 在卧 他的所有的 长辈 要带着 一些孩子 要赶快离去 结果这个鱼滚 不愿意走 他说 我不能放下 我的兄长 不管 他的长辈 一再劝说 这个太危险了 我们走吧 他就跟 这些长辈说 我天生 不怕病 所以你们 就让我留下来吧 他的长辈 拗不过他 就走了 所以 这么小的孩子 亲自 帮他 哥哥 熬药 常常半夜 还在另外 兄长的 林前 在那里痛哭 在那里 感伤 由于 他这一份 对兄弟的 友爱 他的 科哥 奇迹似的 好过来 主位朋友 为什么 这个病 可以好过来 这种 友爱 这种 关怀 一定会让 他的哥哥 免疫系统 怎么样 上升 所以中国人 对待病毒 不是 跟他打仗 好像 跟他 势不两立 中国人 叫 解毒 中国人 不叫 杀毒 所以当我们的心念 很纯正 既然病毒 就会慢慢 转化掉 所以 爱心 可以杀毒 慈悲心 也可以杀毒 所以后来 他的长辈 他的父母 回来了 看到他们兄弟 还存活 都非常的 欣慰 所以我们从 雨滚的这个势力 我们也可以 看得出来 虽然他年纪小 他也读过 圣贤书 所以在他的人生 价值观当中 有比 生命 更重要的是 哪一件事 道义 所以杀身 成忍 舍身 可以取 所以因为 圣贤人的 纯心 是道义 胜过 生命 所以由于 他们有这样的 纯心 才能 写下了 几千年来 可歌 可泣 让人 非常 感动的 故事 也有很多 大圆满的 发展 这是 晋朝的 渔滚 对兄弟的态度 所以兄弟之情 胜过自己的 生命 在唐朝 有一位大臣 叫李基 其实他的 原名不姓李 姓徐 双人徐 因为对国家 非常有功劳 所以李世民 赐他 国姓 叫李基 所以我们早上已经讲到李世民 确确实实 他尊敬贤德之人 做得非常成功 有一次李基生病 这个御医就说 需要人的胡子 做药营 唐太宗听完 马上 刀子拿起来 就把他的胡子 削了一段下来 就拿给御医 这一件事 传到李基的耳中 怎么样 哇 太感动了 马上就 跪在皇上面前 非常感谢 皇上这么对他 推心 自负 这个真的是所谓 英雄 习英雄 李基除了是忠诚 也必然 是孝子 也必然 对兄弟 有爱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德行 都是从孝跟孝 建立 起来的 所以李基那个时候 年纪也很大 他有一个姐姐 刚好姐姐 生病 他去看望姐姐 看到 姐姐正好在煮药 不是 在煮粥 他就亲自 帮他煮 就把这些仆人 支开 那古代啊 当大官的人啊 相貌都怎么样 都有长一把 长长的 胡子 所以李基就在那里 祖舟啊 因为风很大 不小心那个火啊 烧到什么 烧上胡子来了 赶快啊 把这个火灭掉 他的姐姐在旁边 看到啦 说哎哟啊 弟弟啊 你这是 何苦啊 家里的 庸人啊 这么多 你就请他们 坐就好了 不要自己啊 在那里啊 这么辛苦 结果这个 李基啊 就回答说 他说 姐姐啊 你的年纪啊 都这么大啦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啊 能够为你服务啊 所以诸位朋友 李基啊 在煮这个粥的时候 内心是充满了 感恩的心啊 时时都记住 姐姐 陪着她成长过程 给予她 多少的扶持 她都啊 记在 心上 我也很幸运啊 我有两个姐姐 也特别啊 照顾我 我的大姐啊 刚好跟我是同一个大学 那记得那个时候啊 我身体不太好 要吃中药 那个中药一包都很大 然后一煮啊 要煮一个多小时 从一大锅水啊 煮成一小碗 那我那时候大学一年级啊 住在宿舍里面 宿舍能不能煮中药 那一定会啊 破坏人际关系 所有的人一定 拿着抗议牌来 我的寝室门口抗议 所以我没有办法煮啊 我姐姐呢 就在校外 她住的地方啊 每天帮我煮两次 早晚一次 那煮完之后啊 她就从校门外啊 走很远 因为宿舍都是在 大学校园的最边边 也是走很远 走很远的路 就端着这一碗 热腾腾的中药 那到了我们男生宿舍 前面还写了一排 字叫做女兵子部 她又不能进来 所以就走到啊 我宿舍的窗口 然后跟我敲 敲了几下呢 然后比着手势 来吃药了 哇 我看到那一幕怎么样 病都快好一半了 赶快啊 跑出来呢 喝下 充满姐姐 什么样 关爱的这一碗中药 所以这个 姐弟之情啊 非常的深 也由于姐弟之情很深 确实也让父母啊 非常放心 所以兄弟母啊 孝在中 因为父母会想啊 等我百年之后啊 假如你们兄弟姐妹能互相有爱 那他就放心 那他就放心 多了 所以 只要家庭啊 弥漫的这种 胸有地宫啊 相信呢 家族一定会有 很好的 发展 而且这种 孝涕之风啊 不只会感动啊 人啊 连家庭里面的动物啊 都会被感动 你相信吗 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陈坊 陈坊 他们已经啊 十三世 已经十三世啊 的子子孙孙啊 都一起同住 家里面啊 有七百余口人 他们也非常的 遵守祖宗的遗训 都不分家 而且啊 都不请庸人 所有的活啊 都自己干 这样做好不好 好啊 我们之前也讲过 真正让孩子去洗脑 他才知道感恩啊 所以这个洗脑太重要 今天假如孩子 花钱很凶 他会奢侈 有什么家伙都不干 他会怎么样 懒惰 又奢侈 又懒惰 懒惰又会造成 很有依赖心 然后又不知道感恩 所以你看 一个不勤劳 延伸出来的坏习性哦 那可真不少 所以有见识的长者 他都会看到 这一些事情 对孩子往后的影响 他就会有所坚持 所以曾国藩先生 他在清朝 算是汉人当中 当官啊 当得最大 当了四省的总督啊 管理四省的总督 位已经这么高了 但是他的家规是 所有孩子的家伙啊 自己分内事啊 统统自己动手 这个决定啊 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曾国藩先生的后代 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 不衰 我们台湾有一位 他的子孙 也很成功 叫曾世强 也常常啊 到各地去演讲 所以家风的传承 至关重要 所以 人很有权 又很有权势的时候 他只要没有原则啊 家道必然在几代之内 绝对会怎么样 败掉 所以我们去研究林哲许的后代 曾国藩的后代 范仲淹的后代 你一定会了解到 他们那些家规 确实啊 是看得非常 深远 而家风 往往两三代都 就败掉的 都是啊 商人 居多 因为人一有钱啊 就会觉得什么最大 有钱 能死 这句话是错的 所以因为他一有钱啊 他会瞧不起 读书的人 你读那么书 有什么 那么多书 有什么了不起 你又没有比我过得好 所以往往啊 这种财大气粗啊 谁学去了啊 小孩就给你全盘吸收了 所以有一本书啊 非常好 叫做保富法 如何真正啊 让你的财富 可以绵延直直孙孙的方法 你保 只有你保住了 那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你保住了 你带着走嘛 两手空空也带不走 如何让子子孙孙 都真正有福 有慧 那才是本事 刚好 曾国藩先生的外甥 叫做聂云台先生 他长期住在上海 那各位朋友 上海啊 这个地方 非常的 非常的怎么样 繁华 很多啊 富可敌国的商人 很多 所以他 在那里几十年啊 看到非常多的 大富翁啊 在一代两代之间 他会马上啊 垮下来 他去找寻他的原因在哪里 其中啊 有一个姓周的商人 他是开钱庄的 到处都有钱庄 很有钱 财富是几百万的银两 结果刚好他某一个钱庄的主管 那一个地方发生了水患了 所以当地很贫穷 他的主管 那一个分公司主管呢 就给他捐了五百两 几百万两捐五百两 都不多 不多吧 哇 结果这个主管呢 被这个周姓老板啊 骂得狗血淋头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钱捐出去 这个周姓的老板啊 他说他留住财产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只要进他的口袋的 就怎么样 就不要给他留出去 就是一个字 就是鸡 鸡财 各位朋友 鸡财就怎么样 伤道啊 伤做人的本分啊 鸡财伤道啊 俗话说的 一家保暖啊 千家愿 你们家这么有钱 旁边的邻居都快要饿死了 你还不去救济他 他们已经对你啊 颇有怨言 刚好 过几天你们家失火了 会发生什么情况 他们都站出来 你看 人性所向啊 就把真理讲出来了 哇 他们一定会在那里 哇 太好了 昌天游眼 但是假如 你处处啊 都能够失与他们 可以去在生活当中 甚至于在他们子孙的教育当中 你都可以尽一些力量的话 那他们死死啊 赶你的恩德 突然你们家起火了 他们一定啊 跑白米 要去呢 争着谁呢 先泼了第一桶水 对不对 因为啊 当你是真诚的付出 对方 绝对啊 会感受得到 而他一定会啊 念念想着 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啊 要回报 所以这个叫爱人者 人恨爱之 敬人者 人恨敬之 所以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啊 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去体会 所以 钱啊 是通财 所以中国人说 有水啊 私有财嘛 那水假如不流动了 就会怎么样 就发错了嘛 所以钱假如不流动了 就会发生副作用了 所以这个周姓的商人啊 到他临终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民国初年了 他的财产换成大元了 是三千万 大元 有没有钱 很有钱 他有十个子孙 他就把三千万分成十分 每个人 三百万 结果聂云台先生观察 在短短几十年当中 他这十个子孙啊 全部都 败掉 所有的钱财都挥霍完 甚至于已经有人啊 走上街头祈祷 其中有一两个 还比较有修养 但是啊 钱财也是啊 都散掉 已经比较有修养了哦 可是还是留不住钱 所以从这一件事啊 我们也体会到 一经所言啊 真实不虚 一经说道啊 积善之家 必有修兴 积不善之家 就有修养降临啊 所以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这个人做人还不错 怎么祸不担心 那有可能啊 祖宗的一些渔秧啊 还没有报警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他 行善要坚持 一定可以啊 力往光了 等他渔秧宵禁 绝对会有散报 现前 好 所以有这样的见识 才能够啊 有好的子孙出来 所以曾国藩也好 陈访也好 都了解到 一定要让子孙洗脑 所以都不请任何的庸人 那每一次吃饭啊 都是七百口的人 聚在一起吃 一定相当热闹 那他们家呢 养了 差不多一百只狗左右 这一百只狗啊 一定要到 全部都到了 才开动 所以呢 有一句话呢 就是叙述了这个情况 叫一犬不治啊 群犬不死 这种孝涕之风啊 感动了 他们家的这一群狗啊 当你是他的邻居的时候 你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样 感动之外呢 哎呀 我们可不能连什么 狗都不如啊 自己还在家里吵吵闹闹 所以这一个盛况啊 传到了皇帝的耳朵 皇帝也很感动 马上啊 免去了他们家 所有的姚役 就是人民啊 有时候要带 要扶一些姚役 去帮国家 盖一些工程 他们 皇帝因为啊 觉得他们这个家族啊 是一个好榜样 所以也面出了 他的姚役 所以你看 人的德行啊 会感动狗 有些人说 我不相信 现在的人都很难相信 这些感应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以小人之心啊 是我都没感应 为什么他们有 都没有去想到啊 这些圣者人的存心 所以 在 这个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包食夫 他也是啊 在诗俗教学 在 告一段落的时候呢 他要回到家里啊 去 看他的父母 结果走在路上 遇到了一只老虎 马上啊 就把他摇起来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准备怎么样 把他吃掉 这个包食夫啊 并没有惊慌 古代读书人啊 知道生死有命啊 富贵在天 面对生死不恐慌 但是啊 很诚恳的 就跪下来 跟这个老虎说 我啊 被你吃 是我的命 但是因为现在 我有七十多岁的父母啊 要奉养 可不可以让我奉养 养养父母 我再来让你吃 这一片孝心啊 让最凶猛的老虎啊 都感动了 这个老虎啊 就走了 所以当地的人 就把那个地方啊 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拜虎钢 就是啊 纪念这个包食夫在那里 求这个老虎 希望让他能回去啊 奉养父母 连最凶恶的老虎都可以感动了 那个最忠诚的狗 还有什么困难 不只是动物可以感动 不只是植物可以感动 天地万物啊 都能感动 所谓啊 万物交感 以臣 以忠啊 真臣到极处啦 天地都会感动 所以在元朝的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李忠 他是啊 孝行已经闻名全国了 刚好 那个时候他所居住的村落啊 发生大地震 发生大地震 结果 所有的房子啊 全部都倒塌 那个镇央啊 震过来 全岛 到他们家的时候 镇央啊 变成两条 变成两条 然后到他们家 经过以后啊 两个镇央又啊 合成 一条 所以 这个是历史上记载的事实啊 我们不得 不信啊 所以 中庸里面有讲到 祸福将至 一个人的祸福啊 是祸是福 要来的时候呢 从哪里可以判断呢 祸福将至 散必先之之 不散 也必先之之 假如是散就知道什么 是福还是祸 福啊 不散啊 是祸 所以啊 他的效行 必能让他 避过 这一个 劫难 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理 让自己啊 坦坦荡荡 光光明明的去走我们的人生 主位朋友 你有没有信心 你人生 必能 逢凶 化吉 有没有信心 好来给自己掌声鼓励 好 兄弟目 孝在中 人与人啊 如何和睦相处呢 我们来想一想 他们 比方说 城坊的家族啊 住了七百个人 人家还和睦相处 我们现在家里啊 几个人 三个就已经 合不了了 所以确实 我们退步不少 甚至也还没生小孩 两个夫妻就已经怎么样 闹得不可开交的都要 所以你看人家能包容七百个人 那可是大学问啊 所以和睦相处啊 是结果 因在哪 因在平等对待 才能赢得和睦 平等对待 这个是因 平等 因为平 所以人心就怎么样 也平嘛 人心平才不会有 纠纷 产生 所以 教自己的 孩子 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 绝对啊 要平等 的照顾 绝对不能啊 对大儿子好 对小儿子 差一点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啊 很多因为宠爱某一个孩子 最后造成什么结果 兄弟 兄弟 细强的 很多啊 因为人心 不平 迟早 就会有 纷争嘛 那我们再深入去思考 比方说 我们现在对这个孩子好 好 比较好 对他 有没有帮助 你比较对他好 他一定会对你好 错啦 你对他太过溺爱啊 他会越来 越自私啊 所以你是害了他 那个被我们忽略的孩子 内心啊 就很不平衡 有时候啊 会变得很消极 所以你是两边都害了 这个就太不理智了 所以这个贫啊 很重要 所以我虽然是家里的独子啊 但是呢 我父亲啊 对待我们三个孩子啊 很平等 比方说呢 给奖金的时候都一样 也没有多给我 不然我到时候就会 恃宠 恶骄啦 那在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郑联 他们家族啊 是七代 同堂 我们这一个时代啊 最多是听过几代啊 三代太少了吧 我在大陆有听过五代 五代同堂 正年是七代同堂 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很佩服他 搬了一个匾额给他 叫做天下第一家 多少人 千余人 将这一千个人左右 搬了这个匾额呢 还送了他两颗大水梨 这个明成祖呢 也很有意思 他想说呢 我搬两颗大水梨 看看你一千个人怎么分 还派了锦衣卫啊 跟在后面 去看看呢 这个正年呢 怎么处理这件事 诸位朋友 你会怎么处理 好 我们想一下 下一节课呢 来讨论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